天天在一起 天天用心听 听见台北的声音 FM9三点 以幸福永远属于你 到底谁当家 你来当家 这里是FM93.1台北广播电台 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听见台北的声音 您正在收看还有收听的是公民总主笔 每个礼拜三晚上的六点钟到七点钟 有我张宁陪大家聊时事 陪大家一起聊事正 好的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 今天在我揭露我们的主题之前 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个研究 其实呢 最近我看到一篇报道 他说有研究显示 规律的运动带来的幸福感 相当于加薪了40% 那当然 现在大家运动来说 除了上健身房之外 最近很夯的就是爬山了 而在台北市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 我们到山 就要去爬山的距离 其实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呢 我们跟山之间的距离 其实不到一小时就可以到了 而这就要归功于我们台北大众走 非常成功的一个 把步道都串联起来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台北市公务局大地工程处 道路步道科的科长 陈建凡 陈科长到我们的现场 科长好 主持人好 是的 科长今天很高兴 可以邀请您到我们的现场 因为我刚刚讲到了 其实台北大众走啊 在2018年的时候 才开始推动的 是的 那在推动的时候 大家其实对于城市的印象 都还是想说 台北就是个都市啊 跟山来说 好像是够不上边 对不对 但是推出之后 好像大家的印象有扭转了 对 这个也归功于 我们台北市的这个 便捷的公共运输 交通运具 那同时我们台北市 是一个盆地的一个地形 那从北部 北区的这个 士林北头 到中间的这个内湖 到南区的这个 南港 信义 文山等 都是景邻的这个 山谱地范围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特殊的盆地的地形 加上早年 这个建置了许多的登山步道 我们在台北市的登山步道 有五大山系 非常的这个丰富 五大 哪五大山系啊 从这个北部的这个 有这个七星山 大屯山 这个还有这个 这个 五子山 以及我们的这个 南港二格山等 有五大山系 对 那民众他非常的便捷的 在住家的附近 几乎 他可以透过 大概在半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到达我们 登山步道的这个路口 所以他可以很 清静 很方便的 然后很快速的 去享受到这个大自然 然后去做一个 登山步道的一个这个运动 是 那当初规划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 其实 步道一直都有啊 那为什么会想要把它串联起来呢 是的 因为 当时我们 这个步道活动啊 步道的建置 其实大地工程处已经 维护这个多年了 那一直有在做相关的这个宣导跟推广 那当然我们在过去还没有推大动走之前 我们定期的也会去这个办一些 譬如说步道的音乐会 或者是说生态导览解说等等 曾经也办过这个步道萤火虫的一个导览 那市府的这个长官还有许多的这个朋友 对他就在集思广益就觉得说 如果说我们将这五大三系的这个既有的登山步道 我们来做一个串联 那透过适当的这个建置 譬如说这个步进的建置 或者是土路 或者是石阶等等 让它达到一个串联 然后让民众呢 由这个市区走步道到山顶 然后沿着这整个林线 然后走完一圈 创这个环绕整个台北市的一个 这个盆地的这个林线的一个风景 那就完成这个大众走的建置 其实这是非常 这是城市的这个资源就是不一样的 对就好像又有一个新风吗 因为步道其实以前都是 你是你的我是我的 大家没有什么交集 就算有交集 可能也是登山课自己去开发出来的 那但是当然在管理上来说 就会有一点比较 有一点遗漏的地方 可能你有些地方你管不到 但是你把它串起来 它可以变成像是一个 我们的观光的一个特色 对不对 对而且它的总长度这个 它总共有七段 然后那后来这个 总长度总共有92公里这么长 对那每一段大概有将近这个 11到13公里左右 那其实这个是很方便我们市民朋友 这个河家或者是亲子一起去 去享受这个大众走的一个路径 然后去享受这个自然 那市长也走过了几段 真的 那我们科市长也觉得说 我们也应该将这个七段再加一段 将这个第八段也就是河滨公园 对 自行车的部分 来做一个环状的一个连结 所以未来市民朋友大概除了走登山步道 然后享受这个大众走临线的风貌以外 也可以透过河滨公园的这些自行车 来做一个整个环状的串联 所以不是只有爬还可以有骑 就是可以增添大家可能或许 有些人说我今天不想爬 但是我又想要贴近大自然 那我可以用骑车的方式 那是不是还有一些特色呢 当然这个 这六 这七个路段它有它不同的这个高差 那当然也有它独特特有的一个 比如说在人文或者是在景观 或者是在这个生态 它都有不同的一个这个特色 举例来说 像我们在 如果我们走这个 走这个第四段的这个 内湖大湖山庄这一带的这个 大过期的沿线 那你到了这个四月的时候 可能可以来走到白石湖这边 那看我们的这个百合花 然后还有一些草莓季 是 对那你如果在关渡那边 也可以第一段的关渡段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夕阳 那还有看到一些 这个芒草的这样子的一个景致 对那甚至你如果来到这个竹子湖段 竹子湖段这边也可以欣赏到 我们的这个海域跟这个绣球花等等 对 所以等于每一段都有自己的特色 都有它的一个不同季节月份的一个特色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依照季节 然后还有依照自己的喜好 去选择我要走哪一段 对那 还想要问的是 因为其实从疫情之后啊 当然就是大家都想说 好像那个旅游或是出去玩的 取向都改变了 是 好像比较贴近大自然 那疫情对于台北大众所来说 是不是人气 有一个催化的一个关键呢 当然其实民众朋友如果发现 因为疫情现在不能出国嘛 那这一些比较大的这个风景名胜 可能人潮也蛮聚集的 那其实在这个网络世界 或者是在脸书世界 常常有很多的网红 很多的民众去深入秘境 对 那当然就台北市而言 往山上走的民众确实多了很多 我们从这个参与大众走 集点活动的民众的人数的统计 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 而且台北市刚刚我所提到的 就是说它有便捷的交通 对 而且在我们的登山步道 在我们的大众走的这个系统的 行走的过程中 又相当的安全 不会有到这个深山里面啊 或是发生意外的这个机会 对 但其实这样的体验 对于国外的人来说 是蛮特别的 对不对 当然 是 好像因为我们 他们来说 他们的地理环境 它跟山 或是跟海之间的距离很远 对 对 但是好像在台北 有带他们经历过一种全新的体验 没有想到都市居然可以跟自然 结合的那么好 对 没有错 像分享一个经验 像我新加坡的朋友 或者是澳大利亚的朋友 对 像澳大利亚他们没有山嘛 那如果要 比较到高原区的话 都要开车 驾车 大概都要两个小时多左右 那反观我们这个台北市区 你大概从住家 大概最远的一个交通街坡 搭乘交通工具 大概半个小时内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任何一处的登山步道的这个入口 对 那这个更是我们这个像邻近亚洲 这些国家所没有的啦 所以就很难得 然后 但是也凸显出了 其实我们可以多多的去接触山林 是 对 因为很方便 对 所以不需要花那么长时间 其实大 大致上啦 你起码在台北一个小时内 你都一定到得了啦 没错没错 就是非常的短 非常的方便 所以 要是大家呢 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多去接触 再加上最近天气又这么凉 其实是非常适合的 那其实台北大众走 已经推行到现在第三年啦 人数是不是一年比一年多啊 呃 从我们现在在推动的这个大众走 像我们大力工程处呢 有在办一个就是说 大众走的一个集点的这个活动 然后他有两个做法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走完我们这七段的大众走 那这七段总共有12个拍照的这个 地标 地标 对 那你收集了这12张照片之后 来做一个后置的处理 就可以来跟我们换一些赠品 以及领一个证书 另外一个就是说 加入我们的这个 安装我们的这个 进行笔记的APP 那他可以记录你整个 完成大众走的轨迹 那这也可以拿到我们的一个证书 那从我刚刚讲的这两个系统里面 我们发现 这个参与这个累积到现在为止 来换奖品的拍照换奖品的 就将近9000多名的一个民众 对 那使用进行笔记 使用进行笔记 安装了这个APP 然后去启动它 有去走它 大概有这个9万多人 对 当然有可能有些没有走完 那是片段片段 但是至少就是说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大数据 证明说有这样的一个族群 有将近9万人 安装了这个APP 去走了大众走的某一段 对 所以就是等于使用人数有越来越多 但我有个好奇的点 因为你刚刚说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你拍12个地标照片 然后可能把它拼成一张 对 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加入这个建走APP的 对 但是那加入建走APP 我就不需要再去拍照了吗 呃这个都是可以同时的 就是说因为你在走的过程当中 你的手机的APP 已经记录了你的轨迹了嘛 对 那当然你也可以 到了那个地方 你一定会顺便拍照 对 留念一下 所以这两个方式都是OK 可以并行的 没错 没有相冲突 是 那除此之外 其实我知道是在去年 我们很大手笔 我们还跟就是国家地理频道 来合作拍摄的影片 也介入下我们台北大众走 很美丽很美丽的一个一面 是大家很少看到的 是没错 这个市政府这边也 呃这个特别安排 这个制作单位 这个国家地理频道来做一个拍摄 那这个拍摄团队呢 耗时的 因为也受到疫情的影响 然后拍摄的整个历程 耗时的将近 这个快两年的时间 这么久 对 因为他原本是一年 那但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关系 所以又往后延了其成 那拍摄团队呢 除了这个摄影团 摄影人员主持人等等去场刊 然后去了解现场的这个路径以外 他们还特别这个 根据我们所提供的相关的资讯 还有过去的这些风景照片 还有当地的这个风景的变化 或是植物的变化等等 他们都去做了研究 然后在许多的这个路段 特别去等待适当的时间 去拍摄最美的镜头 来行销我们台北大众总 所以等于他现在对我们台北大众总 一定非常神奇 对而且他的节目呢 里面也穿杂了一些 教育民众守护山林 爱护山林环保的一个意识 那同时呢也去推广了这个目前 时下所比较重视的走向天然 就是说我们的步道 这个硬铺面的这个没有成长 水泥铺面的不成长 然后去推动许多的这个手作的步道 是哦 所以在步道上其实我们也是有用心思的 对因为早年啊 早年民众在建筑步道的观念 是以人为中心嘛 就是说我可能要用很坚固的这个水泥 这个混凝土 或者是很坚固的石材 来铺足一条比较硬的铺面 那当然这个随着观念的改变 因为这个毕竟这一些东西 有时候是外来的 特别是这个混凝土嘛 是人工的东西 所以慢慢的这个民众会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仿效自然 就是说许多的铺面 或者是许多的这个地形 都是用符合线 那个当地的这个坡度等等 然后用手作的方式 来做成一个步道的呈现 所以像我们以前 比如说在山里面 然后看到一条白白的 这就是混凝土 对对对 没错没错 那所以现在的话 会是比较倾向说 可能自然 自然一点 像是什么样的铺法 举例来说呢 在我们修竹步道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改变了舍弃这些 这个非现地的石材 我们不要外运进来 那我们也不要用混凝土 从山下又搬上来 也减少这个碳排嘛 我们可能就是会用手工的方式 这个去进行现场 这个坡度的调整 那可能会利用现场的 这个石头 去做一些裁切 适当的这个角度 或者是大小 然后去做一个这个铺设 让它的这个步进 让它的这个整个步道的铺面 是很自然的 那当然可能就没有像楼梯 那么的好走 那你可以看得到 代理工程处 这几年所铺足的这个步道 步进都是崇尚自然 那早年 早年设置的 比较靠近住宅区这些的 就会比较像楼梯的那种感觉 对 那现在比如说早年设置的 有要打算把它重新吗 还是说就先维持 到底不需要啦 因为它毕竟比较靠近 这个人口稠密区嘛 那它的这个 民众的使用的频率也高 所以它有一定的强度 这也是一个好事 对 也是 就是有利有弊啦 是的 对 但是真的不知道 就原来说你们步道都是 大地工程处的人 可能在现场就地取材 是 然后一块一块去让拼出来 真的好辛苦喔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不会是这个 这个行政人员去做啦 当然这个会结合民众啊 或者是结合这个 当地的这个起劳 然后会有营造厂的 这样子的 外包营造厂 人力的一个协助 那当然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 也让民众去参与了 这个步道的营造 嗯 步道的修筑 嗯 那它地区的民众 也会特别去爱惜它 对 更有参与感 在这个环境当中 是的 哇 所以大家如果去的时候 真的要感恩一下 美采的一步呢 其实都是大家 辛辛苦苦 可能跪在那边 一整天挑出来 拼拼凑凑出来的步道 所以当然我们更要爱惜 这样子得来不易的环境 是 而我们讲到啦 这个其实呢 台北大众走有7加1嘛 这样今年是7加1 对不对 步道的那个路线 是 但每一个其实都有独自的特色 可是接下来啊 有些人就是他可能觉得说 啊我就是还没有开始爬山 我想要开始爬山 但是我觉得我体力不太OK 或者是有些人他的 每个人的level不一样吗 有的说我就是要挑战很难的 然后每个路线不同 那想要问一下科长 如果呢 我们想要轻松来欣赏美景 有没有什么路线比较推荐我们 嗯 应该是这么说 就是我们的七段的大众走呢 他其实每一段 他的这个长度约末是在11到13公里 对 也就是说你从这个起点 一直走完该段 大概会耗时 大概五个小时左右 然后五个钟左右 那如果说建议就是民众如果是第一次带着小朋友家人的话 其实可以 也许可以从这个我们内湖的这个大湖公园站这边出发 大湖公园站 大湖公园站这边出发 然后呢这个沿着我们的这个大湖溪 然后可以看得到我们大湖溪的这个 这一些治水园区 然后圆绝瀑布 圆绝市 然后再到我们的白石湖社区 那白石湖社区里面当然就是有我们著名的这个 人文历史的这个开张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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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三岩 然后的一个宗教信仰中心 那还有我们的一个紫色的这个白石湖吊桥 那社区里面 在这个三月四月之间也都会有这个草莓 采草莓的这个这个活动 对 所以哇 大家其实在台北市就可以采到草莓 不一定要再跑去外县市 对 没错 因为一般我们都会想说 啊要去外县市才有草莓 没有 只要时间对了台北市里面也是可以采草莓 是的 所以那另外还有些人说 嗯其实我就是可能爬过很多山啊 我很有经验 那那些已经比如说亲子步道啊 什么对我来说啊 难度太低了 我想要挑战一下自己 有哪一段会是比较适合的呢 然后他难度是难在哪里 呃大概我们经过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建制啊 我们大概是这个呃第二段 第二段的话就是他就是在这个呃 从这个呃面呃这个面三瓶这边出发 然后他旁边就有一个二子平步道 嗯 然后这这一段的话 他有许许多的这个原始的 我刚刚所提到的土镜 哦土镜 土镜 土镜 他是没有任何铺面的哦 这是一个 就是自然完全原自 对那他还有一些高差哦 有一些高差的落差 所以可能有时候还要双脚并用的 去做到一个呃攀爬的这个动作 哦所以是有是这种真的是有难度的 对不是说体力上的 不会是你整个还有就是困难程度 对可能要一点手脚并用 哦对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挑战一下自己这一块 对那就是还那目前统计下来啊 到底有哪些路段其实是人气比较夯的 呃木呃这个依照我们这个大数据的 这样子的一个统计看起来哈 哦人气呃这个比较夯的当然的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呃 内湖白石湖这一段对哦 就是从那个大过西这算难度比较浅 比较低的那再也就是说啊 这个我们这个市政府旁边的这个呃 市寿山这整个山西因为他本来就是有 很多的民众哦 假日的一个休闲嘛哦 那再来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个七星山上哦 因为他的洋馆处范围内因为他本来洋 洋梅山国家公园风景区里面就有许多的 部阱嗯那平常民众假日也都会常常去那边 做一个呃这个踏青啊运动的活动 所以他其实那里本来就蛮多民众都会去嗯 那再加上我们大众走的一个串林建制 在改善指标式系统之后这民众更更乐意 也更容易去亲近对所以等于是其实大众走 就是把大家的路线全部都统整起来 变成一个完整的路线那如果我全部来说的话 我就七条路线嗯是有可能在一天内走啊 哦可能没有办法啊对我刚刚所提到的 他整个这个七段总长大概92公里左右 那每一段约末大概是这个11到13公里 嗯那比较适合的这个呃时间啊 我是建议就是说这个市民朋友如果有有有 有这个兴趣的话应该是把它做一个分段啦 哦分段来行走因为他他往返每一段大概是五五个小时左右 那五个钟的话其实你早上去那你大概这个下午就可以回到家休息回到市区嗯 这样子也会比较不会那么大的负荷嗯那因为你如果说一次要把它走完的话那那势必可能要在山上过夜啊 大概就比较不太建议嗯嗯 所以其实大众走是不太可以过夜的对不对啊 因为山毕竟他是一个呃自然的环境啊哦山林的环境 我们也是不鼓励在山上做任何的野炊啊 或者是说逗留等等哦 这特别是夜间因为毕竟温差大哦 然后视线又不好 那而且山上的毕竟他的气候变化 有时候可能会有呃这个下雨啊等等的难以预测 难以预测嗯那最主要是说如果你要一次把它走完 那你势必要要要要要野营要住宿 那你会有野炊的问题对这是不太好的 山林间就是很容易会有就可能一些我们不想发生的事情发生对 那想要问科长啊你毕竟一定都有大部分都有走过吧 对对你自己最喜欢哪一条 哎我自己个人是呃蛮喜欢这个呃 第二段的这个部分第二段跟这个呃白石湖 是第第四段第二段跟第四段 那还有这个最后的这个呃第七段 那怎么说呢第二段的话主要是他 他这边可以欣赏到阳明山的一个花季 而且他他走完到一个段会到我们的竹子湖这边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竹子湖的海域跟这些绣球花 好那因为这样子的话你的这个整个 我个人啊就觉得这个心情上会有一些转换啦 我就不会觉得说一直很辛苦的在山上 好那有有时候你毕竟大众走是走在这个高处的灵性上 好那有时候山上的这像你到七星山主峰这一带 其实他的那个风大然后其实都这个对体力啊 负荷都是蛮大的 对那你有这样子一个变化 然后又到我们的竹子湖海域海域这边还不错 那相同的一样的道理就我个人像你在这个大国西 这第四段这边这个会进入到我们的白石湖社区 是 那你可以在这边用餐 或者是这个做一个柴草莓 做一个一个一种心情上的一个转换 对那到第七段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猫空地区 猫空地区这边有缆车可以搭 那再来就是说他有这个张树张湖步道 那整个猫空又有许多的这个这个饮品茶 或者是说这个这个用餐的地方 其实都还蛮不错的 就是每走一个路线 其实就有一种不同的感受 所以大家或许可以自己衡量一下自己的体力 不一定说你只能走一段啦 你自己看啦 你想要走哪几段 自己去安排 但是就是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安全 千万不要在山上过夜 好那么我们等一下在下一段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来继续聊聊 其实台北大众总每一年都有很多的活动 然后每一年甚至还有奖金可以拿 今年到底有什么样的活动 等一下告诉大家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万一年arter 千万一夜 Smal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如有长照服务需求 长照特别扣除额问题 请拨打1966长照专线 5分钟内通话免付费 一通电话 让长期照顾管理专员协助申请长期照顾服务 及解答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相关问题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爸爸应酬不开车 黄色嘟嘟安全多 应酬喝酒不过量 安全回家最上道 爸爸 要平安回家哦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哦 让我们一起尊重生命 拥抱亲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 翡翠水库负责供应大台北地区六百万人口民生用水 为全台最重要的水库 在台北翡翠水库管理局 与积水区相关政府机关以及在地居民共同努力之下 水源保护成效良好 达成不缺水 水值佳 以及淤积少的政策 除了可以充分供应用水之外 还可以兼顾防洪减灾功能 供水同时也会附带发电 以有效利用水资源 翡翠水库与民众一起打造更健康的生活 以上内容由台北翡翠水库管理局提供 各位听众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 森林火灾危害自然生态 大家在郊游 登山或从事山林工作时 不要随便引燃火源或乱丢烟蒂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防范森林火灾的发生 亲爱的朋友 还有您还在吸烟吗 快拿着健保卡到戒烟门诊 或拨打戒烟专线 0800 636363 提醒您最近兴起的电子烟加热烟 因为没有浓浓的烟臭味 就被认为无害 其实已经证实新鲜烟品都有二手烟 及三手烟的危害 甚至还有爆炸的风险 我是义工蔡依林 所有烟品都get out 我聚烟 我骄傲 教育部提醒大家 开学防疫不松懈 请家长每日量孩子体温 如有发烧请就医并在家休息 上课时要全程佩戴口罩 采固定座位固定成员 使用空调时保持通风良好 用餐时采个人套餐 使用隔板或维持社交距离 不并桌不交谈 校园防疫不松懈 安心学习有保障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自己电台自己主持 大家好 我是看文贴 我在台北国电台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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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当家 我家 你当家 谁当家 谁当家 我当家 你当家 我当家 到底谁当家 你来当家 欢迎回到公民总主笔的节目现场 每个礼拜三晚上的六点钟到七点钟 由我张宁带大家聊时事聊时政 我们在刚刚上一段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介绍过了今年的台北大众 有多了一条路线 是大家可以骑卡打架来去做运动的 所以除了我们原本的七条线之外 现在是七加一路线 大家选择非常的多 非常的幸福 所以趁着现在假期的时候 大家可以赶快出去走走 而且天气也蛮好的 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聊的是 其实台北大众所每一年都有蛮多的活动 那当然除了证书之外 今年还有一个让大家觉得非常吸引人的 就是一日网红的一个活动 相关内容大概是什么呢 谢谢主持人 其实今年因为随着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许多的市民朋友 全国各地都在探寻秘境 都看到这个脸书的分享等等 所以我们处里面 大力处这边就想说 那我们来办一个 一日网红的一个真影片的活动 它是影片活动 所以我们希望市民朋友在走我们的大众走的路段的过程当中 除了拍照 除了打卡 除了去收集这个进行笔记的轨迹以外 也能够把自己当成网红一样去做一段影片的拍摄 那当然这个拍摄就是它有分的许多的组别 其实不外乎就是希望说市民朋友在走我们大众走的时候 能够就你所看到的当下的一些美景 透过影片的记录 然后把它再把它记录起来 然后来这个分享给大家 其实是最重的目的 那这个在11月30号以前 这个市民朋友如果在拍了影片之后 依照相关的报名的规定 和这个手续上传影片 我们这个最高各组的奖金总奖金有高达48万元 对 非常的吸引人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爬山的时候顺便去记录 然后也顺便去行销 等于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帮我们在台北市在行销 对没错 就像个小记者一样 对 那这样子的活动啊 其实我们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 每一年爬山的年龄族群 好像都有再年轻一些 对不对 是的 这个从这个我们来我们处里面兑换这一些 这个照片 还有这个奖品或者领证书的民众 我们发现 其实大概在前一段日子都是一些退休族群 或者是这个长者 那后来我们就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 甚至还有这个高学生团体 相约一起去爬山 那他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前些日子有一位这个家长 他非常的有心 然后也响应这个大众走的践行活动 他的女儿在十月底要满三岁的生日 那他希望说能够陪伴着他去走大众走 三岁 三岁 对 然后非常不简单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然后这个他要完成这个大众走的七个路段的十二张照片的收集 那他也收集到了 我们真的非常的佩服感动 所以明天就是在明天的时候 这个家长要带着他来领取我们的证书 对 那我们处长有特别交代要给他这个一个特别的这个礼物跟一个纪念 对 作为他三十三岁的一个生日纪念 天哪 这个真的是好感动 感觉很有毅力 三岁 希望从此之后他会爱上台北的山 是的 是 那我们也知道的是 其实啊 爬台北大众走的不只有台湾人而已 其实很多外国朋友也很喜欢对不对 对 没错 从一样是从我们的这个兑换这个证书 然后来领取我们的这个小金领品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来分析 我们看到不同族群的朋友 那这外国朋友其实也不少 对 所以也是蛮受欢迎的 蛮受欢迎的 他们应该就觉得说 我们的环境跟他们来说比较不一样 然后带给他们一些蛮新鲜的感受 对 没错 嗯 那有人就说啊 其实台北大众走 有人就把他说 因为现在爬山的人很多嘛 那有些很多人是爬百岳 但是有些人想说 诶 我在爬百岳之前 我是不是可以先走台北大众走来练功呢 这个地形 因为在台北来说地形非常多样 因为像刚刚科长有讲到 有一些是很平缓的 很轻松的 但有一些也是需要用到可能攀爬的技巧啊 所以这个地形变换非常的多 那在爬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对 因为毕竟走出户外 离开城市 那个首先你的这个 除了一个愉快的心情以外 你的这个装备 对 你的一个装备必须要有足够的这个适应 这个地形啊 比如说你的登山鞋 那你的这个防风遇寒的这些雨 这个这个雨具 还有外套 那另外就是说 因为毕竟 山上的这个 的这个气候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那除了说刚刚所讲的这些东西以外 还是要提醒这个市民朋友 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手持着这个登山帐 手持着登山帐 因为这个登山帐 当然不是这个年长者的专属 因为毕竟你山上 有时候有崎岖不平的一个路况 那登山帐可以辅佐你去调整这个重心 让你的重心来更稳固 避免一些跌倒啊 坠落等等 那因为有时候你在时间上 如果没有办法掌握得很好的时候 有可能你如果 比如说你午后出发 那你有可能那一段五个小时 你可能来到了傍晚 甚至七点多左右 那这时候可能因为进入秋季 天黑了 所以你可能要准备一些照明 手电筒等等这些的 那不外 另外就是要呼吁市民朋友 如果来走我们台北大众走 其实真的手机一定要带 除了刚刚的打卡收集照片 可以兑换奖品领证书以外 这个这边要再顺便宣传一下 就是说我们整个台北市的登山步道 到处在路口或者是岔路都有着所谓的指标式的方向牌 那这一些指标式牌的立柱 上面都有TW97的一个GPS坐标 那这些也就是说消防单位 只要知道你的这个位置 他都可以去做急难的一个救助跟救援 所以我们慢慢的一直在宣导 就是说民众市民朋友 在走我们的大众走的过程当中 如果真的有需要救难单位的一个协助 我们慢慢的教育民众 就是到我们的指标式牌下方去做等待 因为我们的指标式牌 已经都有这些TW97的一个坐标 那只要你用你的手机拨出去 或者是这个 告诉画物人员 就是说你你这边 这个这个这个指标式牌的这个坐标 上面都有号码 你只要在那边等待 这个我们的这个救难单位 就可以找得到你 所以不用对不用慌张 对 所以其实大家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啊 每经过一个指标 你或许就是可以抄起来啊 或者是记下来 然后或者你把它拍下也OK 就是你的手机可能就是你的救命关键 但是我们讲到说 有可能迷路的情况发生 可是这样的情况多吗 其实民众朋友在走我们的道众走 或者是过去这五刚所提到的 五到三系的这个步道啊 会迷路啊 通常主要就是他离开我们步道的主线 也就是说他可能在步进当中 他就岔出去了 他可能就岔出去 往左右山林里面去去移动 那这个确实你可能在 如果你方向感不是很好的情况底下 确实有可能会迷失在 在这个步道线的主线以外 那我是也是希望说 市民朋友在走我们的大众走登山步道 其实尽量的维持在这个主线上 那主线上是非常好分辨的啦 就是说有他可能会有铺面 他可能会有阶梯 他可能会有碎石或者是途径 对 所以不是那种你分不太出来 其实你一看就看得出来的 不太可能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尽量走在主线上啦 这样子安全性来说 或者是你万一发生什么状况 大家也比较好掌握 对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的 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刚刚有讲到一个例子 就是可能太晚出发 然后导致于天色暗了 然后来不及下山 或者是找不到路 所以因此我们是不是建议大家 在选择出发的时候 其实要注意好时间 对 因为我们每一段大众 刚刚有提到 大概就是 11到13公里左右啦 那我们有做过 因为很多的路段都有分别 有不同组别的同仁都去走过 他们的经验大概就是说 如果你脚程稍快的话 大概是4到5个钟就可以走完 那如果说有些年长者脚程慢一点的话 可能会走到6个钟左右 那这样子的话 确实如果你是在 在这个下午的午后出发 确实有可能会到这个七八点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比较不建议啦 对 是 但是其实你如果要住宿的话 是不是可以自己找 就是比较离比较近的点 当然 因为像是科长好像有讲到 有一些地方 其实是你下山 就可以去找到住宿地方 是的 因为其实我们大众走的建制的过程 是将既有的这个登山步道 去做一个 再做一个串联啦 那这是走在我们的这个高处 也是走在我们的临线上 那事实上任何一个 这个大众走的路段 它到岔路口都有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建制的这个指标式方向牌 那个这个方向牌 告示牌 那你都可以中间就把它这个往山下走 好 沿着我们既有的这个登山步道的步进 就会回到市区 这非常方便 不需要走完 对 所以大家自己也可以分段走啦 然后看体力 还有看心情也OK的 但是呢 就是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照 都已经天黑的时候 然后还要入山啊 这样子就是会增加一些危险风险 这样子对自己来说也不好啦 也会增加大家的一些困扰 所以呢自己在出发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时间 以及天色 甚至是天气的状况 因为其实我们在山上 最难预测的 其实就是天气的状况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 会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因素 对 那也提醒市民朋友 就是说在 规划要去走大众走之前 除了这个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外 还有这个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装备 其实要注意气象的变化 那气象资讯上会告诉我们许多的变化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它是这个豪大雨过后 或者是说像前些日子嘛 我这个周末有发生大雨 那可能就缓一缓再上山 因为毕竟这个下过雨的山上 这个坡地的这个含水量 或者是铺面 其实都是比较湿滑的 那比较容易啦 比较容易就是会有这个跌交啦 或者是坠落的危险 所以就是下过雨之后 大家也是尽量 等等它土地干一点的时候 留点时间让它干一点 那其实我们刚刚很多路线啦 那我们刚刚也讲到 除了一日网红之外 还有很多的导览活动 那今年其实已经有两场嘛 我记得好像十月已经有一场 然后十一月还会再有一场 那明年的上半年呢 是不是还有一些 比较有特色的导览活动 其实让大家蛮值得期待的呢 是的 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 就是其实大地处本身呢 它会对于大众走的活动 它除了这个刚刚所提到的 跟立柱拍照几点的活动 还有这个进行笔记的轨迹记录以外 那我们本来就会在这个 我们的登山步道去做 每年都会有四场的 这个生态导览的解说 那也像市售山 就像那个这个 这个信义区市售山这边 有时候也会有萤火虫的 这个生态的解说 那另外我们市政府团队观传局 我记得在这个陆陆续续 从现在的 从九月多 也陆陆续续办了几场 大众走的这个 每一个路段一场的一个导览解说 对 那真的很值得 因为大家就是每一个 去爬顺便挤那个 然后也可以顺便去了解 生态啊 或者人文环境的一些故事 对没错 那刚刚其实科长有讲到一个 我后来想到一个 安全性的问题 因为前阵子啊 其实我们不管受到台风 外温环流影响也好 或者是受到一个 东北风的影响也好 其实雨都下得非常的大 那山坡地 因为毕竟台北大众走都是山区嘛 山坡地的防护来说 是不是更需要特别注意呢 其实我们知道台北市政府呢 在山坡地的这个所投入的这个资源 这个还有人力啊 经费啊都是相当的高了 那这边也要推销一下 我们自己大地工程处 因为这个在各地 这个五都各县市政府 没有像台北市有一个山坡地的专责的主管机关 就是我们大地工程处 那我们都知道台北市有55%的面积 是被划定为山坡地范围 对那也就是如此呢 这个山坡地的这个山林水土保持的守护啊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那山上有许多的这个地址 因为它毕竟是高山 这个毕竟是山坡嘛 总是有个坡度 那它在豪大雨过后 或者是大量的降雨 或者长时间的降雨之后 它的这个坡地里面的这个含水量 其实都很高的 对那当然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错综的 这个地址的不同的结构 包括顺向坡逆向坡等等落实区域 专业的更重要 所以说希望市民朋友就是说 这个要走进山林啊 还是避免在大雨过后 就是说能够让它这个雨停 降雨停止之后的一段时间 比如说一个礼拜 我们再去踏青 再去走进山林 这样会比较好 对那在我们的维护上来说 我们的频率 因为大雨过后 总是要去寻一下去看一下吧 对啊 如果就我们的登山步道的这个 刚刚所提到的这五大三系的登山步道 我们每一个月都会委托 专业的顾问公司 去做登山步道的一个巡检 那团队他去走步道过程中 大概就是第一个会确保 我们的铺面是完整的 铺面没有破损 对 没有损坏 第二个呢 就是在许多的这个步道 的许多的高差比较大的地方 可能有色有栏杆 那也会确保这些木构的栏杆 这些栏杆 是不是说它是一个安全的 是不是说 它是一个可供民众来使用的 是不是有损坏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 它可能在步道的旁边 这个山径上可能有一些平台 或是凉亭 这个也都是我们巡刊 然后去检查的一个标的 那如果任何这个有任何设施上的损坏 或者不劳靠不劳雇 这个我们都会回报到处里面 都会有工程团队去做一个维护 其实目的就是要确保 民众在使用我们的登山步道 走我们的大众走的过程当中 相关这个硬体都是一个安全的 对 所以其实这个安全 不只有步道 因为像我们刚刚也讲到了 告示牌下面其实都有这个 已经有定位了 安全也是一样安全 然后还有我们离市区 其实很近 也是一样也是很安全 不会有任何的 比如说猛兽出现等等情况 所以呢 其实大家在台北 其实真的有非常好的山林资源 可以利用 那第一个 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的 就是安全之外还有便利 那也提醒大家 其实最大的日子 非常适合大家去走走 但是刚刚科长也有讲到了 要是下过大雨之后的 一个礼拜 最好先暂缓一下 我们等到天气好一点 我们等到了地况好一点的时候 我们再去运动 再去接触山林 再去认识台北不同的一面 今天很谢谢科长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公民总组笔 我们下礼拜三见 拜拜 拜拜